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翘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 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联播四集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先看一下第一副牌 手里有一个暗华 这个牌倒是有想法 桶子上面比较多 看看有没有机会做一个混一色 来花挺好的 估计他们三个也想我来花 这样的话 大家的心愿都满足了 对家挺牌了 我还没有启动呢 别人已经上厅了 不过我的牌倒是没有寸脏 九条六条都是安全牌 我两桶门庆能听牌了 但这个牌肯定是不愿意去听的 虽说两家听 但是依然阻挡不了我做牌的决心啊 直接开一堆六条 用东风找朋友 没想到摸北风听牌 清混一色 单调一张东风 下家还要做碰碰壶啊 对家摸东风点炮 蒙混壶牌 三个花 三十二分 加个仓业 三十五分 这牌好像没有多赚几分 门庆自摸好像也有三十分的 看一下第二副 上来就来了一个有效账 我这个牌还缺个搭子 找到搭子 就是一上仗 搭子来了 两个卡三 来两条 再打三 下家门庆听牌 下家这个花有点多啊 抓花杠九万 那跟着打九万 再打七万 九万打亏了 上家也听牌了 打的是四万 看来是在走我的线啊 两家听牌 那我们就打得稍微稳一点 跟着上家打两条 现在这个四桶倒也是安全章 抓三万上听 那就打掉四桶 这个牌 存储是运气好 没想到我下家是门庆混一色 听三六万 前面我还在 哐哐哐打腕子 以为他听在桶子里了 想到下家门庆这么快就听牌了 而且听得还不错 看看上家听什么 上家听卡五万 这个牌听得都还可以 我这卡三条也还有三张在里面 下家还有两张 看见下家摩花还是比较紧张的 这个牌就看随的牌在前面了 还好三条自摩 四个花十份 加个苍蝇十五份 看一下第三副 上来九桶摩克子倒挺好的 上张变成两进张 来两条先打风向 基本上是没有做牌的想法 双花杠六桶 西风建议觉得是好牌 这个牌我选择开掉卡六万的搭子 下家启动做万子 看来这个搭子算是开对摸六桶听牌 打得真好 下家打八条点炮 六个花十四分 加个苍蝇十七分 看一下最后一副 这个牌也是相当好 先来编章 那肯定是开卡章 直接一上章 下家又启动了 这一次应该是在做碰碰壶了 对家应该也是有想法 下家把六万也给碰了 看来我这个关键章六万 即是抓不到了 这个牌倒是有难度了 来个三万听牌挺开心的 打掉两万 这个牌打得不严谨 这个三万抓得太开心了 应该是防着下家的碰碰壶 跟着他打五万才对 下家听牌打九万点炮 两花六分加苍蝇十三分 下家听牌打九万点炮